何欢山是许多民众喜爱的避暑圣地 但沿途停车空间有限 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小风口停车场 经常是一位难求 那么一名网友近日到何欢山游玩的时候 竟然就看到有车主在小风口停车场内 用石头字画停车阁 让他瞬间看傻 对此警方也依法开罚 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投出照片 只见一辆黑色冰湿乡行车 停在小风口停车场一处空地中 不过仔细一看 车辆停车的位置 以及地上的白线停车格都有点不寻常 看起来就像是临时画出来的车位 因为现在是旅游忘记嘛 大家都会来啊 但是尽量找一些可以停的 不要这样为了自己这样子 就做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出来这样 本大队远景于当天高发 为了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 将储新台币600元发还 河湾山区停车位有限 到访游客请及早出门 若遇停车位已满 请耐心等候 不随意停车 以免影响交通 警方24号当天 已经对此车辆开单告发 并处以新台币600元的罚缓 呼吁游客耐心配合警方交通疏导 警方也会将持续的加强 各油漆区停车场如小峰口、武岭 以及昆阳等地违规停车辆取缔告发 记者林杰秀林香采访报道